马来西亚槟城即将为慈激志工举办岁末祝福 而来自于慈激各个置业体的员工们 大家相约一起来到静思堂制作福会红包 期许跟志工们结下一份好缘 这一晚马来西亚分会静思堂格外热闹 来自慈激各置业体的员工相约一起制作福会红包 为慈激志工办的岁末祝福展开筹备 要完成3000份的福会红包 许多人利用每天午餐后的休息时间赶制分秒必真 开始的头一两天我们的目标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因为大家还不是很熟悉如何的去制作 但是大家上了轨道过后就慢慢的 都已经知道要怎样子粘 所以就很快 拧硬币贴盗碎都是心意的动作 修剪盗碎更繁琐 但这过程也是学习承担 所以为了帮助我们那个process做得更快 我们就把我就说不如我来成就 打开那个盗碎的好像一朵花这样 一个向上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那就方便他们要黏那个江湖上去的时候 比较容易嘛 所以我就做得假设满很发喜很快了 所以我们开始一直做盗碎就做盗碎 然后他们也黏的时候也是很快 然后我们接着是其次一个事情 全部的人分工合作做得是很快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 然后这是上人给大家的一个祝福 然后又乘着这个机会可以跟志工结好缘 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 福惠红包的制作速度加快了 参与的人都很珍惜工作以外的付出机会 大约新闻胡惠芬 黄雁碧 马来西亚 冰城报道